怎麼樣?阿萍有電話到沒有? 還早而已 這樣 老爺、奶奶 你們沒事,在這裡走來走去 沒有…我覺得這裡比較好 你們用不著電話? 不用,我想打電話 不行 我的… 找阿光嗎?阿光 是 電話 媽媽 快點… 老爺,怎麼樣? 過兩天同學聚會,放心一定到 好…就這樣,到時候見 同學聚會 沒用了,那我用了 我教我的… 喂?阿萍嗎? 找我的嗎? 喂… 昆姐嗎?怎麼樣…有關照嗎? 帶人過來住是嗎?當然沒問題 當然了,那你什麼時候呢? 好…那我等你 好的,就這樣,再見 剛才想打電話給他 他就打電話 奶奶 你等電話,你…你接了 喂? 喂? 少年兒童活動中心? 你打錯了 奶奶,你們今天做甚麼? 神不守舍似的 你還錢,你之前事先打電話上來 還錢? 你倆又借錢給他嗎? 那個人真是死性不改 馬上黃皮樹撩光,不熟不熟 問你借錢的理由,甚麼理由? 他說我問你借錢來買車做嗎? 做運輸嗎? 這件事我也記得,媽媽 問你借了兩千元 你騙誰吃豆腐? 兩千元他能買甚麼車? 他真的買了一部車 買了一部單車這麼大把 就算了,剩下的錢去了哪裡? 他有沒有告訴你 有時親戚上頭 開口又怎托人手爭呢? 老爺,你知不知道 這樣下去就習慣成自然了 他問你們借錢吧,甚麼時候還過? 金雲他不是說來還嗎? 以前他也說還,甚麼時候還過才行 那倒是 整天借的耳朵朵駁不多 下次又來借過 他如果要還給你,神七就還給你 要不要弄到你們倆今天了 就像後肚子那麼後才行 阿師傅 表哥炳?表哥炳 阿師傅 這樣啊,你告訴姑姑 你說我等一會就過來 是 要不需要這麼說話? 行…你不用餓了 你叫姑姑開好錢包 讓她嘴巴孝敬她就是了 這樣就拜你的拜了 你好…請進來 有沒有搞錯? 真是慈禮才上岸,擺命是兼隊 這位先生,不要誤會 這位女士是我們銀行的VIP客戶 我知道 你們銀行為有錢的老服務 不用理會我們的老虎大眾 對… 對… 別這麼說… 大家來到我們銀行都是我們尊貴的客戶 大家已經拿了叫號籌 好,麻煩你耐心一點,好嗎 不,很耐心一點 我們銀行免費提供水和雜誌 我可不可以幫大家拿過來? 不用了… 最重要是拜託,爽手 阿師傅,歡迎你對我們銀行部務 多提點意見 對了,待會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我只是拿錢而已 我又不是有錢人,哪有錢串 阿師傅,你真是會開玩笑 如果你不存錢在我們銀行 你今天為何來拿錢呢? 全力轉去只有幾萬元 正式是老鼠尾生倉,這麼方大 那倒不是阿師傅 幾萬元可以做得多事 你有沒有想想投資我們的理財產品 比起你那個定期利息高很多 理…理財產品? 聽就聽得多,有甚麼好處呢? 這樣吧,進去我給你一些資料看看 黃先生,我說這麼多你應該明白了 不明白了 即是說串五萬元九十天的理財產品 那連財產品的收益率 會超過百分之八點多 即是比我家客活企會高二十多倍 還比定期高兩倍多 如果你認購,你快點認購吧 這兩天,人們已經認購了很多 到時我怕你沒有額 我家家賣賣賣只有三萬元 那這些金額… 這樣我真的沒辦法了 起頭額要起碼五萬元 你自己想想辦法吧 對了,你剛才進來不是說來拿錢的 現在下午拿著 不是呀,還是要拿 先拿著一千元吧 姑姑,我說了利利一定會利利的 我阿炳最重要是說個信存 來吧 好嘞 這裡多少 一千元 那倒是還欠姑姑,那很多錢 我曾經說其他五萬元嗎 逐件歸地嘛,真是 姑姑,這裡有五百元是年前 最近借你的 那另外的五百元 我補回過年, 讓你跟姑娘買東西吃 不用了 不…拿著… 那個嫩給姑娘、姑娘買東西吃 有甚麼所謂 真是認真謝謝表哥 一二今天就在這裡吃飯 那我就去買菜大伯出來看店 好 其實如果不是要幫阿柯 我還可以多點效敬你們 阿柯怎麼樣 他之前在廉州通行地 開了一個養豬窗 他養了畜牧, 養了一整個人 然後在附近撿了幾個雞腸 誰知道這麼幸運 剛才魚鵝是H7N9 整個雞腸就弄得雞毛也不靜一跳 不是呀, 報紙都說了 很多雞腸側膜的 糟了…他找人借錢你多好 現在欠落周身債 我將能夠借給他 全部都幫了他 誰知道還欠一大缺賣不到 他現在開著那部雞車 車主一整個雞就四處躲 害怕撞到債主 他把那部雞車當成家 我看見都心想說了 這也不是辦法的 到底差多少? 兩萬… 兩萬? 不是呀, 剛才花了一千 兩萬一 兩萬一? 丙, 你不是欺騙我嗎? 沒有呀 沒有?你看, 你們說話有甚麼嘴巴 肯定在說謊 那你們也看得出來嗎? 當然了, 雞腸這麼大的事 兩萬一就解決問題了 對呀, 肯定需要更多錢 到底需要多少錢? 對呀, 照直說出來 不…就…兩萬一就行了 其他那些我幫他想好了 還說自己人有甚麼 跟你姑姑姑姑說的嘛 是呀, 姑姑陳 不行的, 我怎麼能夠 動你們的錢, 是不是 我…其實我真的不應該 把這些東西告訴你們 我…我先走了 如果月底你們看不到我的店 那我肯定是做了乞丐 那我呢? 借這個來做乞丞兜 傻子, 別走 等姑姑姑去銀行拿錢 給阿娥, 幫幫她 那怎麼行?不合規矩 乖不規矩, 自己人來的 對呀 那真是不好意思 那我真的要代阿娥多謝你們 不過這樣, 阿娥就… 不想我問那些老人家借錢 是呀, 你是要告訴他 你替我們借錢嗎? 這件事我不會跟他說的 那幾個表弟和弟夫的道理 都讓他們知道阿娥很沒面子 行了, 現在這件事 就是我們三個人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的嘛 姑姑姑, 你真是 你們真是比我老爸、老母親親 從今天開始 我叫你做爸爸、老母親親 dise 傻了, 豈不是很煩嗎? 丙, 來… 那裡… 兩萬一 這次真是能幫到我了 我保證三個月之後一定會給你們 你知道我三個月可以還嗎? 當然知道 這次就算溫度 好像前幾年那些什麼非典 遲一陣子, 天氣一暖 那些病毒怕熱一定會死 到時候阿阿的雞腸一定會開得回來 看還是這樣看 對了, 我要趕快回錢給阿阿阿 姑姑…不妨礙你們了 行了…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話就出聲 走… 不… 報紙上說, 禽流感又多了幾個病例 阿阿阿的雞腸不知道怎麼樣 不對, 我也打電話問問她 好 阿阿阿, 姑姑 最近怎麼樣? 你不用說了, 姑姑什麼都知道了 那你能不能搞定嗎? 不搞定你就出聲 阿阿阿阿… 行了, 你先做事吧 就這樣吧 怎樣呢? 她在這裡用力, 說行不行 她還說有空叫人帶點東西來給我們 這樣嗎? 對了, 借給阿阿阿那兩萬元 不知道能否給她們解決問題 婆婆, 你又借錢給她們? 阿阿阿阿阿阿的雞腸出事 阿阿阿一向是養豬 她是豬的, 為甚麼是轉了養雞? 很難說的, 擴大經營嘛 剛剛養琴流感 所以表哥並出來問你們借錢 不是她開聲幫我們借 是我們主動借給她的 不好意思, 算我多嘴是吧 錢是你的, 你喜歡借給誰 借給誰的吧 自己的質量嘛, 就幫就幫 不是呀, 親情一場 有事當然是要幫 對呀, 她還把雞來敲酒 當然了, 支了二萬元 別說 counsel頭兩隻都要拿回來 總之聽了, 等著吃雞吃得恨駭屎 你不知道是嗎? 什麼事?阿光, 拿雞回來沒有? 是呀… 你見人, 不過照雞去這麼久 你應該回來了, 是呀 不盡了, 不如趕快進去 先煲水, 讓雞一回來了 是不是湯雞拔毛? 沒錯, 老婆, 沒吃白切雞很久了 是呀 我親自下廚, 只剩下本地白切雞炭 好呀… 太貴太馬了, 今天吃自己吧 好呀… 慢著, 大伯 老婆, 什麼吉手拼拼? 那隻雞吧 何來雞?雞毛也沒有 阿娥叫人運回來的豬 豬? 我去到貨場一看, 眼睛都定了 你說幾百斤重的豬我怎麼運回來 運回來又怎麼湯呢? 所以我即時填單眼退回去 怎麼會這樣? 阿娥說什麼肥子? 我還以為是雞 我打電話問過阿娥 她說他們根本沒有開雞場 看來你們又被表哥騙了 阿娥又上當了? 這人真是癡癡癡癡, 癡癡癡 得起回來, 攻審她 你們不用怒氣 有什麼就慢慢說吧 我…我接受再教育 表哥, 大家一場親戚 不用想這些壞事來騙我父母的錢 表哥炳, 我覺得你很節奪 老人家的錢你也騙 你別讓我猜中 你看見我們老爺奶奶年紀大 問他們借錢 萬一有什麼冬瓜豆腐 死無對職, 變成壞事 不用還錢 我閉嘴 我都忘姑姑姑長, 長命百歲 你怎麼整天騙人呢 我…我承認 我最近有個發財機會 閉嘴不夠錢 不過老實說 這次正式不是車門歪道 是正路的賺錢, 勞訴 閉嘴不夠錢, 我就想了 那我的底子在親戚朋友裡又花了 我怕說出禮, 你們又不相信我 我不幫我嘛 炳…你說做正行生意 怎麼不說出禮 不是 做什麼生意就說 是不是你… 什麼 你什麼 買賣雪梨 做水果生意 是呀, 你們也知道 今年北方的雪梨太豐盛了 那我就大手賣入, 轉手賣出 印尼說可以三個月之後結帳 是吧 這次是賺硬的 別相信他, 他到時說謊 不…金溫是真的 有政府做後胎 不會相信我, 是吧 你們相信我吧 這樣吧, 我可以向著我們祖先發誓 你真多元, 你向什麼祖先發誓 你…這裡有你的祖先嗎 這裡是康家, 列祖列宗都姓康 那…你媽媽痛我也是姓旺的 不要再說了 我們旺家也不知道為何 生了你這樣的古惑仔 你真可憐 姑姑, 你相信我這次好嗎 口講無憑, 納字句吧 那就相信你了 那…沒問題, 是吧 如果我到時不還錢 你們可以去法院告我 就算搞得沒親戚做 我也不會怪你們 你…你懂字嗎 那…你寫吧, 最多我打手指摸 你真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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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真可憐 原來買這隻理財產品 還有四件套的贈品送 真多虧你關照我 不是, 這隻理財產品 也沒有風險的 如果你碰到一隻的話 算你運氣了 將來有你什麼想的 記得第一時間通知我 對了, 我們銀行最近推出 一隻新的理財產品 五十天的年發生率 比這隻還高 那…那有沒有風險 這隻刀挺穩健的 那…我買 不過這樣, 那個喜務點 是七萬元 那我又不是油市欠了兩萬 表哥炳說今天還錢 你看幾點 怎麼辦, 四點都來了 人影都不見了 總之我們家裡有這樣的親戚 就不幸運了 真是, 歐陣也沒有光顧 去嘛 咕姐 這些是上廚借給我兩萬一塊的利息 自己人還什麼利息 真是 還本金得了 咕姐、 姑爭 真是對不起 對不起 幹甚麼? 不用問阿貴了, 又沒得還嗎? 不…有, 一定有得還的 我一定會按照銀行的 那些利息還給你們的 不過就要五十天之後才能拿回來 麻煩你們又幫幫忙 多借兩萬給我 甚麼? 還借? 姑姐姑長, 你們相信我 你們的執子現在正在發奮 我很努力賺錢 我要重新組織一個溫暖的家庭 我要接兩個女兒回來 不, 最重要是我要接阿阿回來 我們一家斷咀 你真壞 知道自己以前拆散家庭不對 好心你也改了本性 我現在也正在改 我現在正在做正行生意 我現在已經賺錢了, 是不是? 不過就要過五十天後而已 如果我現在不再再放兩萬下去 可能之前你借給我的兩萬 拿不回來的 你那些雪梨有問題嗎? 哦, 沒問題 不過你也知道 最近不是冷了嗎? 全國除了海南島 每天都上風下雨 那些雪梨也不動 那我要馬上轉運去海南島 那就要增加成本了 大妹和小妹也很喜歡 這種花款的創套 如果爸爸賺到錢 賣給他們, 他們一定會很高興 枕頭有四個, 兩大兩小 那我和阿阿大妹、小妹 一家四口, 一人一口 一家斷咀, 你說多好 什麼時候才到過日呢? 阿菇姐 阿菇姐, 我進房間拿錢錢 不然怎樣去銀行拿錢給你 你肯借錢給我嗎? 謝謝菇姐 阿婆, 你拿這麼多錢要來幹嗎? 是的, 有用 不, 我們在循例問問 千萬不要把錢給陌生人 當然不會, 你怎麼看得我這麼傻 我肯定是煮給自己人的 那你要查清楚對方的身份好一點 行了, 我們認識的 家妃, 家妃, 家妃 發發點 走了 九萬元 不再找她 姑姐姑掌, 你們這麼信得過我 我…我也有點不好意思 你拿來做正經事嘛 媽媽, 別騙我們就行了 乖乖做自己的事, 我們走了 好, 走了 代文 是嗎 我也不想瞞你了 他不僅沒有雲本金 還給你媽媽借了兩萬元 我作個好一點的故事, 困他 出… 他說… 吃… 七萬塊 接近 吃… 等等 看看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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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要吃的? 你還想誰? 不是,你說表哥丙今天來還錢的 是呀,我們特地買了表哥喜歡吃的菜 來表揚他有債必還的好品質 是呀 打過電話來了,說不來是吧 早就知道他不會來的 他來過了 來過了? 是呀 在哪兒? 表哥丙,又回去了 這麼快? 話說回來,他有沒有還錢? 有 是不是很均誠地按銀行的息口給你的 是呀 比銀行利息還要高 我覺得有點對不起表哥 是呀,折押了 你看到他這麼壞的理智 不,打個電話叫表哥丙 你回頭請個吃飯 不要…別打了 為甚麼? 他還了很多利息 但沒有還本金 他不僅沒有還本金 還替你媽媽借了兩萬元 媽媽,是我自願借的 是呀,致遠嗎? 是呀,以前是這樣的 說完了,開飯了 阿嫂 無緣無緣無故又被他哄了幾萬元 我嫁了方家幾十年 為何我就沒那麼幸運了 在那裡吵吵吵甚麼?吃飯吧 吃飯… 沒心情吃 沒心情 為甚麼沒心情吃? 是我借錢給人 又不是你們借錢給人 關你們甚麼事? 說話就是這樣說的 但平時見你們兩位老人家 死慳難慳 勁勁埋埋埋,一鋪被騙了 吃龍肉也沒味道了 這個表哥? 是個傢伙 你還好意思打電話來,是嗎? 我… 銀行經理? 不好意思… 我公公是黃若蓮的兒子 是呀,甚麼事? 黃若蓮,很感謝你對我們銀行這麼信任 是呀,當時有好介紹 所以我不是叫你心母和兒子來 是呀,如果有甚麼問題 隨時過來諮詢吧 謝謝… 謝謝… 我又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剛才聽經理這樣說 好像說我們買得越多 錢就會賺得越多 當然了,當然肥子肥子,當然多 我和你媽媽多餘錢,全部都丟掉了 你這麼多,有錢賺就行了 是呀 這樣就別這樣說了,婆婆 要不是表哥給你借了兩萬元的話 我又說你賺得越多,你賺得越少了 是呀… 不借也借了 還說回頭說話,幹甚麼?真真 不要計算這麼多,有錢就行了 這麼開心,我們就這樣嫁妝一下 媽媽,我們買帳… 買帳,我們先買帳 我們再加帳 早點回來 你媽媽真是大方 被人這麼騙也吞了她 那沒辦法了 表哥並知道我媽媽疼她 你吃著想 我總是不值得別人這樣騙 那你想怎麼樣? 她猜說騙你媽媽而已 我們也懂得照辦煮碗 哄她拿錢出來,是嗎? 那我們…我們要怎麼做? 這件事一定是你這個老實人配合 不是吧?我不會裝作 錢也被人騙了 你這樣想的話,錢就不能拿回來 你會裝作,是嗎? 問題是這樣,表哥並不太好 她一見我打電話給她 就肯定知道我什麼要拿回錢 她不接電話怎麼辦? 我寫個比較漂亮的故事,困居 阿勝… 你發給表哥那條短訊怎麼說的? 一句話而已 好,姑姑家家有急事,蓄來 如果她看到這條短訊 她也不回家的話 這些親戚要不要也罷了 姑姑… 姑… 阿勝,我一收到這條短訊 我馬上就回家了 家裡有什麼事?我姑姑呢? 你… 冷靜點… 姑姑沒事,她和你姑娘去旅遊 家裡人也沒事 是阿大伯找你有事 阿光找我有事,什麼事? 說… 表哥,任由你這句話 我就不怕照直說了,是嗎? 一開講又說 不窮就不敲鑊 不餓就不乃鶴 行…為錢是嗎? 表哥,不就是因為錢 話說表哥,你那些錢可不可以銀 聽你說話真心急 說這麼久還沒說正題 讓我來說 就是這樣,其實是因為 大伯的老婆香蘭外界有事 什麼事? 差不多死老公了 不是吧?你不是生丑丑在這裡嗎? 而且不是這個老公,是讓我來講 香蘭外界有兩房親戚 其中一房親戚跟香蘭很好的 這個很好的老公 打傷了另一房親戚的老公 現在被打傷的老公 就要問這個老公拿陪湯藥 如果陪不起的話 那就要拘捕人兼風谷,要打官司 我聽起來好像聽到香蘭有很多老公 我來試過你 那人家裡的事,又不用你們五場勤? 你不知道的,香蘭和她們倆都很相親 如果她不搞定這件事,她就於心不忍 所以就等著四萬元,四萬元就夠命 只要她那邊收到錢,就這件事搞定 就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不是要勞煩你老人家 我也可以幫大伯解決 是呀… 但是旅館最近生意不太好 流浪資金也不夠 那好吧,這樣吧 其實阿光脫了你之外 還有兩個好兄弟 你正式是一家不知一家事,表哥 不是阿姨和阿祖,他們又有事嗎 不是…他們沒事 開港又說,世事就是兩兄弟 大事就是兩房仁 加上他們結婚後 經濟不是他們一個人還了事 一說到錢、錢方面的事 兄弟也要明算帳 表哥,這件事我又不怪他們 他們小,是不多生性的 表哥,你不一樣 我叫你表哥,你比我長大 你明示你嘛,是吧 不是 就是之前你借我媽媽四萬元 那就是… 那就是說你可不可以幫回頭 讓我們大伯度過這個嫌微之急 是呀…我也知道 我爸爸媽媽那頭已經近了 起… 就是幾十歲人嘛,是吧 那…我問他借錢沒問題 我也幾十歲人,可能只有你的口 如果這麼大個兒子 還問老爸媽媽的錢拿錢 真糟糕 是呀… 你好像在這裡說我似的 說明就真糟糕 不是… 表哥,其實我們一點想貶低你的意思 只不過大伯突然急著用錢要借錢 我想到是你老人家 我們想來想去 你在我們家人當中那麼多的親戚 你最明視你,最有本心的那個 是,真的… 行…不用多說 我就把錢給阿光 明哥,你親戚也要握手 謝謝… 行… 我找個朋友想辦法 好… 等我消息 好… 麻煩你,明哥 謝謝… 不好意思,麻煩你 你當是我初出貿路 一看就知道你們想我還錢 阿光,我是想辦法還錢的 不過想跟你先談談 阿鮮,你…你…你別叫阿鮮 老表,有些事我不想讓女人聽 是…這樣,你…你當是體諒我 出來我幫你解釋 阿先生,你要插麵和阿薩姨 謝謝… 阿先生,請問你做什麼事 你呢?不用了,有芥末就行了 好 阿彪… 阿彪,你…什麼事? 阿彪,你怎麼會留下馬尿的 有事你就說吧 我也不想誤判你了,阿光 怎麼樣… 阿彪,我現在正在讀 我還要幫你把你追上那四萬元 你也不想看,一看起來真是一河眼淚 那你也無謂提了 看你這個樣子, 無非想告訴我 再拿那四萬元很難 看來我四萬元也是毒水的 那你真是看小李表哥我 其實我今天約你出禮 我就想告訴你 我就算他死, 我也要死四萬給你 一定有不還 等一下…表哥, 老老實實 現在是要你還那筆錢 是不是很遺難 其實我這筆錢丟在朋友身上 我就想問他拿回來還給你 誰知我一催他還 被他罵得我狗血淋頭 說我甚麼沒義氣、沒口齒 說認識錯我的朋友 你怎麼搞的? 現在他借人錢, 這麼兇? 你怎麼會惡死呢? 現在惡人很多的, 是不是? 你以為每個人像阿公你那麼好心 是吧?你那麼好心 我就算去騙去滾 我也要把那四萬元拿回來 你…你不用來疚 對付借錢、誤還這些老賴 我們要出絕招 不過你要幫幫我 不是又要我演戲嗎? 甚麼…很多人找你演戲嗎? 不是… 這樣你不用來教 你就按照我說的去做就行了 不過這樣, 有一件事一定要記住 這件事就你知我知就行了 別讓提過知道 畢竟是騙人的吧? 我…我知道 問題我要怎麼做呢? 我那個朋友, 雖然他有點兇 是吧? 不過他自誤抵得見到別人仇苦 如果他知道 最近我還錢的人 在喊苦受難 他就痛情心會爆破 第一時間他就會還錢 那就是說你這個朋友 雖然兇死, 但是很好心 他那份人呆強、耐光 不過中心是水汪汪的 那具體應該怎麼做 那你不用緊張 我把那些過程都寫好 有買對白的, 你照做就行了 那到時你這樣 你就… 暖著那把聲音 就是說…一瓦眼淚、一瓦鼻涕 這樣求我, 這樣就行了 那…那你… 慢著… 我先拿瓦鼻子, 把他錄下來 不是… 不是這樣, 你最好這樣 拿一條餐巾, 掩住嘴巴 為什麼? 這樣就假裝了 吞了鼻子, 閃了聲, 你問我嗎? 來吧… 好… 我問你, 我們有花大勢力炒 我這把錢都可以還 麻煩你還錢給我吧 我好難的 你接下去吧, 打一條餐巾 你難我不難嗎? 你…你再不懷疑那四萬元給我 改天條的 你不要, 你不要跳橋 你跳橋也要抓你坐牢的 我真是對不起你們 對不起 你這樣, 你就扔地 扔心口, 扔到白痕聲更好 好… 我不是這個壞人嗎? 我真是餓死老婆分創供 你怎麼打破這杯子 你不要…禮蓋白痴散 你讓我死吧 你還不回事, 你還不回事 還不回事, 做人也沒用 老婆, 結帳了 結帳的話 打冷的杯要賠五元雞 一個是三百零五元 大哥, 我只是一碗齋麵 你買一杯最多是二十元 何來三百零五元 這個房間最低收費三百元 你們把這些錢都開房 我還要求你還錢給我 哎呀, 我很難的 你難我, 我不難嗎? 你再不還那四萬元給我 我會跳橋的 哎呀, 你不要啊 你不要跳橋, 你跳橋也會抓你坐牢的 我真是對不起, 我說我是個壞人 我只會餓死老婆分臭屋 你怎麼打破杯子? 你不要…禮蓋白痴散 你讓我死吧 你不攔住他? 我攔住他了 要不然今天我為何來找表弟你借錢 不過你…你朋友的聲音這麼熟 我好像…在哪裡聽過 是不是好處阿光呢? 是呀…我大哥 是呀, 我也覺得好處, 不過不是 阿祖, 你是我認識這麼多親戚朋友 最有同情心, 最有能力能幫助人 最壞都是我, 何人家亂投資 是吧?借借賣賣幾筆錢 難怪今天這一筆, 如果不還給人 會出人命的 四萬元, 我告訴你 一個人的命永遠都比四萬元 為了四萬元不要了一條命 你說多不值得?這個可憐哥也是 這四萬元我還遮蓋, 你拿去 這四萬元? 那…他不用死了, 再拿一條命 好, 老闆, 好 阿祖, 謝謝你 將來我手頭會一鬆動回來 我第一時間還給你 行了…你快拿給他 好… 遲早我怕就說去溫馭館給他 好…麻煩你 麻煩你… 這裡四萬元 表哥我, 雅廚當金用的 我還給你, 就算是還給姑姑了 行…我回家就跟媽媽說 即是你借他的錢就全壞了 只不過他就轉給我用 還沒想到, 你這個惡爺朋友 聽了我們錄音之後也會心軟 如果他這樣也不心軟, 還是印麗的 表哥, 那我先走了 行… 好… 梁媽媽, 你們的錢 你們瞞著我, 問阿丙追錢嗎 金雲呢, 你的大兒子又聰明了 不知道他用甚麼手段 偷偷看見丙表哥一次 之後丙表哥乖乖地把錢還給回來了 是… 大伯, 實在你用甚麼招式 用甚麼招式就沒問題了 總之丙表哥這次為了還錢 已經做足功夫了 看來他也不像是賴賬的人 他真心想還錢 我都說了, 我兒子不是太壞了 對, 你說親戚一場 也經常追他, 沒事吧 對了, 現在錢還了 最多是謝謝他, 對 不對, 不應該謝謝他 應該謝謝你們才對 你們有這麼多錢, 等著他來借 那沒事的 正所謂, 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甚麼?再借嗎? 對了, 奶奶 奶奶, 你與其放這麼多錢 等著別人借你 不如把這些錢買光了理財產品 理財產品? 對了, 約拉叔一起買 拉叔很感興趣 是嗎? 既然這樣, 打電話叫他銀行集中 我現在打 來… 黃老太, 莉莉 可以進去的 我們替你辦那個買入手續 好, 等我小兒子 先讓他拿錢來, 我們一起賣 這樣啊, 那我進去吧 好… 我待會兒又去找你 好… 來… 來… 怎麼看? 怎麼樣?帶了多少錢來? 是呀 我哪有錢玩?我過來學習而已 是呀, 牛哥先那幾天 不是說發了獎金給你嗎? 是呀, 借給人 借給誰? 是呀, 免得看 是呀, 你的袋子這麼面善 裡面是不是有個信封嗎? 拆開來看看 是呀 是呀 是有個信封的 喜洋洋說那個公司… 為甚麼會這樣? 你別告訴我裡面有四萬元 是有四萬的 這些錢就是我借給表哥炳的 表哥炳? 記住, 難道你就是表哥炳 說那個好心的惡事? 那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那個想自殺的可憐哥 怪不得了, 你的聲音這麼熟 我都認不出 我們被表哥炳玩殘了 他就騙過假裝錄音演戲 原來他就是為了騙阿祖的錢 然後拿了阿祖的錢就還給媽媽 那…怎麼回事? 那是怎麼回事?吃甲棍吧 黃先生, 今天又來買女財產品? 你今天來出家有幾萬 你怎麼回事? 黃, 你有沒有帶全家都來買? 你們真是精明的投資人 郭文炳, 你真是壞蛋了 拿我們看家的錢來發財 現在這些叫借雞生蛋, 你知道嗎? 人家是壞蛋了, 但我還說你壞蛋了 誰知你一輩子都這麼壞 我都說他是黃皮樹撩哥的 我現在不知道我能不能打你一身 老大媽, 你們出口, 我馬上動他 你這個壞蛋, 你撿雞撩就行了嗎 我做了這麼多壞事 還敢不敢拖起他偷的 我的天啊 你還好, 我來找他 他好, 不敢嗎? 我們聊到今天 我們的廣告 MING&MING 我不敢擋潰 MING&MING CADK LESS 我們要打到 LESS responses 麥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